民众来践行 有人说日行万步对健康有益 不过没有运动习惯的人 不要一开始就想要每天走一万步 过度觉得说 我一定要达到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 有可能你的容易造成 就是拉伤或者是扭倒 以成年男性的步伐来算 一万步大约有六到八公里 需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才能走完 如果能养成习惯 对健康的确有正面帮助 我的血压大概都保持在120 瘦身也有 就人变得比较精壮一点这样子 对这一定是会的 如果体力许可 日行万步有益健康 如果不行 每天能有3000步 5000步 8000步也不要紧 总之要考量自己的体力状态 设定目标 才循序渐进及分段方式达成 我先走2000步 那我隔天可以多增加500步的方式 那慢慢的去累积 然后一万步才是你的目标 健行之前 记得做好暖身活动 从肩膀 手臂 腰 背 大腿 膝盖跟脚踝 充分放松之后 再进行健行的运动 慢慢增加步数 养成长久习惯 比多快达成目标更重要 大爱新闻张国端李月威 台中报导 9